这本书其实是台北医学大学 他们代理的一本WTO的护理专书 手上捧着一本又厚又重 世卫组织出版的护理指南开始介绍 这名留着俐落短法的青年 就是前立委费洪泰的三儿子费玉德 首度公开露面 谈的不是书里面的医疗知识 而是他投入的AI翻译领域 能协助医疗机构用最少的时间和金钱 把这本书翻成中文 以往你就算找专业的翻译者 这个可能也要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才能完整的把它翻译出来 那我们藉由这次的机会 跟台北医学大学合作 然后我们也让他尽快的 可以在三个月到半年之间的时间 把它完成初步的翻译 跟排版这些事情 我们大概就是花了 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 他这么厚 他有八百多页 然后他的支数将近快五十万字 所以其实以五十万字 你外面专业翻译一个字三块的话 其实他就已经要一百五十万了 所以他的成本是非常的高的 对那我们的能做到的 就是我们每个字低于零点六的价钱 去做这些事情 国内翻译市场 现在仍以人工翻译为主 品质最高却也所非不知 也更耗时 常见的人工智慧翻译 又无法覆盖各个专业领域的专有名词 菲律德说 去年金管会要求上市贵公司 财报都要有英文版 让他的团队看到这片男孩 跟一些那个会计事务所 还有一些跟 出版那个医学专业 那个文书 书籍的这样的单位 做做 多一个专业领域的服务 其实背后都一个专业的一个团队 来训练这个我们这个 算是词语库 来确保他的这个用词用语 跟情境是符合的 ESG很红 所以我们永续报告书上面 我们可以去做更进一步的翻译 然后甚至说 现在公司有很多的议事报告 股东会报告这些东西 我们也是逐步的在进展 英文 中文 日文 法文 然后可能西班牙文 德文这些 我们都会往书 就是书籍量比较高的 一些语言先去做开发 畅谈公司发展愿景 虽然菲御德事业越做越大 但他日前才因为在社群网站上 用协议的方式 言语攻击高中女同学 法院一审判他公然侮辱罪成立 拘役50天 菲御德也接受结果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 我必定会在未来 对我的事业 对我的家庭 我会更加的敬严盛行 意识冲动下写出这样的字 然后伤害了他 我真的想要再次机会 跟当事人深深的道歉 对不起 一举功向同学致歉 菲御德强调 日后会更加注意自身言行 也期盼风波结束后 能重新回到生活轨道 明星晚 正好报道 未经许可及前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Association